Hello 大家好 我是KK 現在經常提倡混合辦公和要提升工作效能 不要說我們這些到處拍片的creator 就算是打工仔 也不再只留在室內工作 有時候有要去戶外或其他工作室工作 甚至要隨時隨地跟客戶同時開市進會議 所以今時今日工作 器材都講求高效和方便 機身最好是細細部 拿出街也可以 在辦公室也可以 那就最好了 中小企和打工仔都可以隨時隨地保持競爭力 Poly 原生就是過去的Plantronics 在2018年收購視訊設備商Polycom之後 2019年就改名Poly 與HP合併之後 就繼續沿用Poly這個名字 去發展視障會議和電話通訊產品方案 就好像Poly一系列的個人和商務兩用產品 包括專業級藍牙降噪耳機 Fooliger 5200和Focus2 主打中小企和個人辦公室用的Sync 20 40 60 邊攜揚聲器 還有這款內置4K解像度鏡頭和高清揚聲器的 Studio X70視像會議系統 對中小企多人會議或個人視像會議用都很適合 首先介紹這款單邊耳仔使用 有收聲黃之清的藍牙和網絡通訊入耳式耳機 Fooliger 5200 最大的特色就是耳機前面的收音咪 內置了4組超強收音咪 而且還具備DSP背景聲降噪 和6級防風聲降噪能力 無論是室內還是室外使用 都可以提供到清晰的通話體驗 很適合一些用Notebook和人做視像會議 或講重要電話的人使用 至於Wordiger 5200的其他規格 支援藍牙5.0和網絡通訊軟體使用 具備HD清晰通話 而且支援到不同的通訊平台 例如Microsoft Teams、Zoom、Google Meet等等 還有耳機提供7小時使用時間 和外置收納充電盒的10小時電量 戴了耳機後又不會覺得很重、很舒服、很自然 全日戴著講電話、做事 都不怕沒有電和耳朵痛 接著再介紹的 就是同樣專業的降噪通訊耳機 不過這款Wordiger Focus 2 就採用頭大立體聲耳機 樣子好像電競用的耳機一樣 它還設有Acoustic Fence的麥克風 轉動收音麥克風到嘴邊 就可以精準收音了 而且Wordiger Focus 2支援藍牙5.1 以及內置三種級別的 混合主動降噪ANC功能 提供到高質量的收音和通話 直接就可以當作藍牙耳機使用 另外它的耳罩還可以90度轉動 方便用家可以單手做到單邊的免體通話 還有很值得一提的就是 耳機兩邊的耳棉和頭帶都非常之舒服 戴上頭到幾乎感覺不到它的重量 如果單是通話計算 它的使用時間已經可以達到19小時了 一隻耳機就可以解決到工作通話 商務 音樂娛樂 甚至乎是電競通訊不同的需要 介紹了兩款Poly藍牙耳機之後 接著就會介紹這一款Poly星揚聲器 它是一款會議通訊藍牙智能揚聲器 它有20、40和60 有13種不同體積大小的型號 三款揚聲器裡面 都有內置多個Microphones Array 和Full Duplex 可以實現到自然的雙向通話 和清晰收取到不同位置發言人的聲音 而且它還內置雜訊和回音消除 確保到整個會議都有清晰的語音傳達 三款型號當中的20和40都有內置電源 20這個可以用20小時 40可以用長達30小時 而60只能夠直播電源使用 直接將它們放在會議室的桌面 一次過就可以接收7至10英尺範圍的語音 所以會議室裡面 都沒有需要擺放多種會議通訊器材 用它就可以解決一般通訊不清楚的問題 最後介紹這一款Studio X70視像會議組合 它是一款揚聲器和鏡頭一體式的產品 很適合放在一些大型會議室用 在Soundbar裡面除了有品牌的Noise Block AI Acoustic Fence Control 以及干擾排除技術之外 機裡面還有4K Ultra HD解像度的鏡頭 而且鏡頭還可以達到95度的廣角鏡頭 整個會議室的範圍都可以清清楚楚地分享給另一邊的會議人士 確保到每一位預會者都參與其中 這一款產品的用法都很簡單 只需要幾個步驟就可以即時連接到視像通話 而且它還適用在Microsoft Teams Zoom Google Meet等等的通訊軟體 還有一個特別的功能 就是港姐講話的時候有追蹤功能拍攝著它 機裡面還支援雙屏幕輸出 以及可以搭配不同的電腦設備使用 絕對是現今簡約辦公室提升工作會議效能的設備 HP和Poly一體化的硬件和軟件解決方案 可以提供無縫的混合辦公室會議體驗 縮短時間和空間的距離 不知道大家又覺得哪一款產品最適合自己呢? 記得在評論區和我分享你的看法和體驗吧!